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我是今天的主讲老师,潮哉老师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课程是热门产品分析 我们继续来从表现层来分析 O2团购类热门的三款产品 它们有哪些一统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页面 这个页面是我们的商家商品的这种列表的展示页 那么从这三款的产品我们都看到 它是基于分类、距离、智能排序、价格、智能筛选等功能 只不过不同之处是在于 大众点评和诺敏分别通过闪汇团购和全网低价 来通过价格吸引用度 我们看这三款 同样是这种列表 那么也都提供了几种筛选的方式 距离、智能排序等等 但是我们看美团 美团的话什么都没有 只是这些商品条件 我们再看一看大众点评 大众点评突出了这个闪汇团购 而我们再看看糯米 糯米它有一个全网最低价 那么这个都是吸引用户去快速决策 并且吸引用户马上去消费的一个重要的吸引的方法 我们再来看下一页 那么下一页是搜索页 同样搜索汉立轩之后 这是三款产品的这种表现形式 从这个三款搜索结构页的表现形式 不难看出 美团没有任何的推荐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当然要建议它 推荐一些相似的产品 或者是相似的商家 增加用户的选择 我们看这是美团的 下面什么都没有 其实是需要增加一些的 那么我们再来看大众点评 大众点评显示了这个在线的排号数 可以解决用户排号等位的这个痛点 并且呢还有口味环境服务三项评价指标 并且呢我们是希望 大众点评可以增加显示距离 大家看 它有这个排号 前面多少等位 还有这个口味环境和服务 但是呢它缺少了一条 就是距离你的位置 这点呢就糯米都做的比较好 糯米有距离你的位置 好我们再看这个页面 这个页面应该是团购类的网站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所谓团购乡情页 商品乡情页 从商品乡情页看 其实整体布局还是比较类似的 但是也有些细节不太相同 我们看美团和糯米都使用了评分和评分人数 作为用户评价一个参考 而大众点评呢更加的直接 采用了好评率 好评率相对于评分和人数来说 是更为直观的 当然这也基于大众点评 比较靠谱的这种点评系统 那么这三个产品呢都显示了已售数目 但是区别的一点就是 美团的位置比较醒目 咱再看一看 上面这个美团这个 已销售的数目 它用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位置 而我们再看一看 大众点评和糯米 相对来说会相对来说会比较的没那么明显 那么这个是美团做的好的地方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我们说美团和糯米啊都直观的显示了产品特点的标签 大家看就是上面这张图标签 这是美团的下面一堆标签 糯米 我们再看糯米 糯米也有一堆的标签 但是我们看看点评 中间是点评 什么都没有 为什么呀 这是因为三款产品的价值体系不一样 我们说点评的用户 他们习惯先看评论 如果觉得可以再购买 那相对于其他的两个产品 用户浏览时间过长 而且是用户是希望看评论再去评价 而不希望看特点标签 所以这是为什么大众点评 只给了一个评价的这个入口 没有给产品的特点 那么美团和糯米呢 由于这个评价体系 没有那么完整 没有那么全面客观 所以说呢 显示了一个产品的特点 作为一个标签 让用户去参考 我们再来看一看支付的页面 支付的页面也有一些微小的一些差别 那么三款都支持支付宝 微信支付 以及银行卡支付 这三种最经常的方式 但是不同之处呢 是大众点评 把其他支付置于二级页面 用户的支付方式 因为它绝大部分是通过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的 所以使得这种页面比较简洁 大家看 大众点评只有两个 而诺米和这个美团呢 都把银行卡支付 放在了这里 比较奇怪的就是 美团竟然把银行卡支付 放在了第一个位置 这个很让人比较奇怪 所以说从简洁性来说 大众点评做的是比较好的 那么大众点评由于是和腾讯 有着千丝万缕的这种股东的这种关系 所以给了微信比较重的这种路口 增加了这种微信的福利 糯米呢当然是百度的 所以说呢 有百度钱包的这种明显的路口 那么最后我们来做一下本次课的小节 我们说我们今天主要分析了 欧托欧团购市场类的三个产品 分别是美团 百度糯米 还有大众点评 我们先一个一个说 那么美团目前来看 无论是从市场份额 还是从欧托欧上门服务 都处于领先的地位 那么他拥有了目前 作为庞大的用户群体 还有优秀的这种低推的团队 那么优秀的低推 是美团核心的这种竞争力 包括一些新的业务 都离不开美团这种优秀的低推团队 像美团外卖 也是通过这种低推团队来出来的 那么也有着相对不错的用户体验 这都是他成功的秘诀 但是我们说欧托欧 绝对不仅仅是团购 所以说美团也另辟蹊径 把AUTO上门服务 作为其未来一个重点发展的模块 它解决了团购用户 对于价格敏感 年度低 商业模式容易被复制 这一难题 我们再看看大众点评 我们从单独来看 大众点评 在积累了十余年的情况下 有着非常多的用户评价体系 培养了用户通过评价 找商家的这种物习惯 用户粘性是最强的 但是它在三四线城市 普及率还比较低 未来三四线城市也是 AUTO的兵家必争之地 那么随着和腾讯的合作之后 它增加了大众点评的流量入口 但是我们都知道 微信给电商网站导流的能力 并没有那么强 效果没那么好 那么如何引导微信 这类庞大的用户群体 是点评占据市场的一大问题 我们再来看看诺米 我们说诺米啊 在获得百度的巨额投资之后 它的优惠力度 一直都非常给力 通过这种低价的这种战略 吸引了很多用户 但是把用户吸引过来了 仅仅是第一步 如何流出用户 才是最关键的 那么诺米呢 通过推出储置卡啊 会员VIP制度啊 都增加了用户 到店去消费的这种连性 但是我们想一想 如何去增加会员 引导用户去买储置卡呢 这就需要结合线上 和线下的一些活动了 尤其是一些地推 再团购 这个才是吸引用户 去长期的 我们说使用 你们这个产品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方法 那么现在的格局呢 又发生一些变化 我们说美团和大众点评合并了之后 那么让业界业外 所有人都为之震惊 那么互联网确实拥抱了变化 但是这两家公司的合并 可能有很多种可能 有可能是两家 第一第二合并之后 一家独大 成为了像滴滴那样的公司 一家独大 也有可能 像这个优酷跟土豆一样 合并之后 却给了其他的产品一些机会 所以说这两家合并之后 有可能带来很多的结果 它可能会给百度糯米 带来更大的压力 也有可能 给类似于阿里口碑 这样刚进入 欧托欧市场的 企业的一些市场空间 所以未来 所谓的新美大 这个公司 能不能够 做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百度糯米 能不能够通过这两百亿 继续扩大市场范围 那么作为一个新入局的巨头 阿里在欧托欧用口碑 能否弯倒超车 机身欧托的第一集团 这个都是整个欧托欧行业内 未来最大的变数和看点 好 最后呢 再留一个思考题 如果把自己想要成为 欧托团购类的APP的产品 你打算如何规划 你未来的产品发展 你可以试想自己是百度糯米 也可以试想自己是大众点评 美团 甚至是阿里的口碑 你可以设想自己是任何一家 团购类APP的产品经理 那么经过这节课的这种讲座之后 那么你看一看 如果你是他们的产品经理 你将如何规划 未来的产品发展 好 以上呢 就是本次课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听 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 抄待老师在麦子学院里面的 其他相关课程 好 我们下次课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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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